不一样的名人就在光影人文 却走向了歧途 王欣义1995年10月25日出生 中国台湾童星 六岁时出演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之后因出演偶像剧海豚湾恋人而被大家熟知 一炮走红又是童星出道 可谓是前程似锦 就在观众最看好他的时候 他却做出了让他会后悔一生的事情 12岁时就和14岁粉丝玩脱衣物游戏 初中后的王欣义就不再接戏了 开始逃课抽烟纹身 16岁时加入黑帮 人生道路真是越走越偏呀 为了帮朋友出气 找来近十人手持西瓜刀砍人 最终砍上一名16岁少年 最后被警方逮捕 王欣义因叛逆的性格再加上家教不当 最终前程毁在自己手中 脱姿多彩的一位青春少年毁于一旦 美好的前程戛然而止 真的是让人可惜呀 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又一次携手走完了本期的观影人文 请继续关注观影人文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故事